我这公司正忙着呢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让我回去 我这时候回去干什么呀 我上这班呢 什么回去了再说呀 你先再说呗 行行行我知道了 我今天下午就回去行了吧 到底什么事啊 电话里也不能说 喂妈 怎么了 回家 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吗 行行行我知道了 我把小妹一起叫过去 好 那我先挂了 真是的 忙着忙着要死 还要回家 什么事 哎 呦 签哥 姐 蓝蓝 你们也回来了 这妈给你们打电话了 是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妈在电话里也不能说 她说非要让我们回来 谁知道她又做什么腰呢 走吧回去吧 妈 妈 妈 你们都回来了 妈 我这公司那么忙 你非要让我回来 电话里不能说吗 是啊 有什么事赶紧说啊 说完我们还有事呢 赶紧走吧 那既然你们都能够忙 还回来干什么呀 那不是你打电话让我们回来的吗 哎 那个文啊 你直接放我桌子上就行了 我回去的时候看 这我让你们回来是有证事的 你们都挂着个手机 这事怎么说呀 哎 你怎么听着呢 是啊 你说你的 不耽误 那我告诉你们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那个果园呀 我卖了 一下卖了两百多万呢 给你们呀 分钱嘛 什么 果园那么值钱呀 哎呀妈呀 那那那那 妈 你让我们回来 是要说分钱的事吗 那当然了 一下卖了两百六十万呢 我一个人也好不玩呀 嗯 妈 那我是儿子 你得多分我点 凭什么呀 现在都提倡男女平等了 这是平均分 凭什么平均分呀 这是我是妈的儿子 以后妈还在指望我养老呢 你们两个都是嫁出去的人了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啊 我们也是妈的女儿 我告诉你 少我们一分钱 我们都不愿意 就是 你说妈指望你跟他养老 指望他上班 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趟 见着你人了吗 你们俩不脸的多呀 我告诉你 这妈的这些钱啊 一个全部都是我的 我想给你们一点 你们就拿着 我不想给你们也没办法 今天这件事你说的不算 别说我说的不算呀 你说的就不算 你说的就算 妈 那你看这个钱怎么分吧 怎么分呀 一会再说吧 在分钱之前呀 我问你们三个一个问题 如果你没回答对了 这个钱呀 我就分了 啊 妈 别说一个问题 十个问题都行 你问呗 那好 上个月 你们回来的时候 我交代你们的事情 是什么事情啊 上个月 妈 你交代我们事情了吗 上个月 咱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妈说什么 那你们好好想想吧 我现在去做饭 妈 妈 别走呢 你们如果回答不出来呀 这个钱呀 我就赚出去 别啊 你们好好想想吧 哎 妈 这说不就行了 就是说话 还管管抹脚的 咱们旅行啊 上个月 我记得那天 我来的可早了 第一个来的是吧 不是 妈是不是只交代给你了 交代给我什么呀 我来了以后 妈就在厨房门头呢 后来你不是来了吗 我来的时候 妈的饭都快做好了 也没说什么呀 你呢 我最后一个来的 我更不知道了 我就知道那天 妈做的菜挺好吃的 你一直想去吃 我还说 妈做的红烧肉好吃呢 行啊 说正经的吧 这个问题啊 咱们三个 要是回答不上来 我估计啊 以咱妈的脾气 真敢把它两百多万 全部捐出去 那可不行 两百多万呢 怎么可能啊 别说了 赶紧想一想 妈真的没交代什么 那天咱们吃饭 没待多长时间 咱们就走了呀 也没说多少话 说的不就是家常话吗 那这怎么办呀 哎 大姐 吃饭的时候 妈有交代什么吗 没有吧 当时我们在吃饭 我们好像在玩手机吧 我不记得妈说过什么呀 哎 哥 姐 我记得妈好像说 让他们多吃点 哎呀 你能不能说点有用呢 这什么问题呀 妈能问咱们这个吗 已经一炸了 把我思路全部给我打散了 早知道了 那天我就不玩那么多手机了 我也不会接那么多电话呀 那时候公司里业务多 哎 我想起来了 妈当时好像接了一个电话 什么电话 说的什么呀 说什么 不对不对不对 那个电话好像是玩出来打的 说什么 穿是打着呢 让妈过去 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 不是 我实在想不出来了吗 想不出来咱们这个钱 也就别拿了 妈是不是有故意不想把钱 睡给咱们呀 那她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呀 煎出去自己不心疼呀 这样吧 把妈喊过来 让她给咱们点提示 还行 妈 妈 妈 你快出来 妈 哎 知道了 哎 哎 妈 妈 快坐 你没想起来了 哎呀 你说那都是一个月前的事了 要不然 你给我们一点点提示 我们肯定能想起来 是啊妈 这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实在是不记得了 那行 我给你们提示一下 是关于你爸的事情 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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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大白天的 替我爸干什么呀 我爸都去世了 是啊 他都走了好多年了 不是你能忘吗 行啊 我害你那三个呀 一个也没想起来 不是 你是不是没说 你自己忘了 你要说了我们能不记得吗 是啊妈 我怎么没说呀 我说的时候 你那三个都在呢 我跟你们说的是 这清明节的前一天 把你把肥头上面的草拔一拔 给它填填土 你说说 这今天 都是下午了吧 这清明节过去了 你们谁想起来了 你 那你妈说了吗 这这这怪他 这是上门 天土 这都是男孩的事 是都怪你 你干什么呢你 分天有你们的费 天土没你们的事啊 那这老家的规矩嘛 你们别吵了 还有一件事情呢 我问你们 这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 今天什么日子 今天啊 我该交保险了 你看我这事给忘了一下 我赶紧给他报警 下午公司还有个会要开呢 今天不就清明节吗 清明节 今天清明节啊 是 你们想起来了 妈妈你刚才说了 我跟你们说了 你们也不往心里去呢 今天呀 不光是清明节 而且 还是你爸 十周年的今日呢 我今天 要是不跟你们三个打电话 是不是 你们都不得没回来呀 妈 我们不是太忙了吗 是啊 妈 你看我们把这个事给忘了 你没光想着忙自己的事情呢 爸 我说的话 往那一干二净 你们好好想一想 这你爸 这生钱 对你们三个多好呀 是彭在手里 怕碎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难道他去世了 你们就把他给忘了 你们三个好好想一想 每次回来 出来刷手机 还会干什么呀 妈就想着 你们今天晚上回来呀 陪我说说话 吃顿饭 妈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 你们哪一个人做到了 通过这件事情呀 我也看明白了 你们长大了 都有自己的家庭了 给你们 没有把我这个切麻雅 放到眼里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们也多忙 赶快都走吧 就当 我没生过你们 我没养过你们 等我老了 我就去养老院 妈 妈 妈 对不起啊 这么大的日子 我们不应该忘了 更不应该 只想着工作 你别生气了 是啊妈 这每次我们回来吃饭 从前也没有帮你干过什么 总是在那里玩手机 连你贴心的话都没跟你说过 是我们做的不对 妈 你和我爸你们俩 把我们抚养长大也不容易 可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 却只忙着自己的事业 没有管过家里的事 妈 我们不孝顺 对不起 妈 你知道错了 你放心吧 以后 我会出出时间 多陪陪你的 行吧 你都起来吧 其实 妈也不 深求吃你什么 喝你什么 就是想着 我年龄大了 就想让你们 陪我说什么话 赶快都起来 都起来 妈 你放心吧 以后 不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还有 我们三个 就去爸的坟前 去看看他 好好祭拜祭拜他 对不起